罗汉松要怎么剪呢? 今天剪得有点狠,但值得你收藏 这是一颗菊花心罗汉松 因为没收分,果子没有饱足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 罗汉松分公母,母树会结果 公树开花只会收分,不能结果 经过一年的定型 很多地方已经现实,可以拆掉理线 枝丫处的新枝都要剪掉 集中营养生长主要枝条 罗汉松的叶片一般三年左右才会脱落 老叶片要提前摘掉,迫使新芽生长 如果不摘叶,老叶片一直在 发芽会少很多 而且很慢,叶片还会很大 控制叶片的方法有两个 一是控水控肥,二是修剪摘叶 罗汉松洗肥,如果控肥 叶片会显得不健康或者黄叶 所以罗汉松的控叶 用修剪摘叶的方法会更好 摘掉多数叶子,上铝线也会变得简单 罗汉松的韧性很强 枝条造型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即使很粗的枝条 也可以用破杆拿弯,锯口拿弯的方法改变造型 罗汉松叶子不能摘完 顶枝一定要留一点 想要更快出芽,留下的叶片可以剪掉一半 等新芽出来,再摘掉老叶片 能够得到莽树新旧程度一样 大小一样的叶片 你学会了吗?我是李向璐 我们下期再见